我行到這麼多人 你自己去找我,他拿這些信息過來 隔手行政院王決初一部立法會出席 法務委員在會議通過口後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口後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結束了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結束了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結束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結束 便是一日扣任公開罰座機制 早前任議員被著任意保護有錢 最後被告訪案立法會議議通過出席 這些事件到議員會議會議表達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結束了 正式運行 法務委員會議會議員 法務委員會議通過結束 持續疫情劑 這麵茶茶的,這麵茶茶的,真的有 人生不得錢啊 人生不得錢,這麵茶茶 人生不得錢啊 人生不得錢啊 我一幾天就有十多人 人家人很多啊 我兒子今天不知道去了哪裏 給電話給他們,沒有人聽話 給他們錢,給他們錢 不是幾天,昨天我都給電話給他們 不是啦,她的老母也不知道 她大姐也不知道 她大姐應該知道他 一定會動 看著把眼鏡放下 看著眼鏡放下眼鏡 嘗試扭一下 眼鏡是可意不 人家是不這麼緊還要 周圍不扭一下眼鏡等著自己啊 這些都是個孩子 不是啊 你不常常拿給他 打打給他 剛才拿給他 拿給他 他打都沒有錢 沒有債 怎麼辦 文文周 開田 美國老百年 年初二幫他開田 美國老 加拿大 加拿大幫他開田 美國老百年 二月十三日 之前那天出生 今年年初二 加拿大上庭 加拿大是甚麼土地 年初二是多少 年初二是多少 年初二是他上庭的人 花家和馬卡 馬卡在加拿大 剛剛加拿大 加金 年 Were他們 加拿大 製薯 隋道 新 Cat 我又要你 你真是不說話 這次鬼老 你真是不說話 慢慢走 我不怕走 我給了你 你喜歡的鏡頭 我喜歡的鏡頭 我不會吃 我不會吃 我會看你吃 我會看你吃 我說你吃不吃人 我不會吃你吃 我會看你吃 這個 這個 我不是吃 或者我沒有吃 我會看你 我們再做 不是 小便 他想什麼 有的人會這樣 人沒那些 沒愛 這樣飛車拆牆 真是有點可惜 我 你們長毛袋著不來 有很多人 你不需要買酒 我沒有 很小 石頭指示 做事 我不太了 都城邰都要你幫我 我 我不是要拿四支 那邊沒人知道 那是文山 有藝人是文山 我買了幾十塊 不用四支 我買了幾十塊 五十塊 五十塊 穿著變材不錯 你拿著酒 學差點 拿不到酒 酒給你帶回來 你拿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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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二十三號 第二天聖誕節 我見了許多招呼 你拿著標語 議員議士招呼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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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對拍搞定了 演藝人的動態 那是 就是這個 另外這個是… 為什麼就是… 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 我們… 是新牛郎 所以… 是新牛郎 好像是新牛郎 我是太貴的 申罰一至申罰一 是有關於立法會的會議庭罪 其中有一個演員 演員發言不能騷擾 申罰一至申罰一至申罰一 讓我給你一條條 讓我給你一條條 我和你都沒有展示這個雕魚 我知道是否是長毛 你可以發電的 你可以講的看法 但是這個雕魚是不清楚 想補習什麼 長毛也一定知道 長毛習慣得這麼差 長毛說不定是蝦毛 好 我想 我們今天是現場見眾創新大使 哈哈 不受法 78 不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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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建議再修國 意識改則 我們去年幾日修國了一次 大家知道 將那些 原本的法定人數降低 留那些可能會這樣 應當講 這些都過了 今次提出 是否要加一些實質 簡單來說 就是處於一些所謂極得檢檢行為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呢 有些人建議罰錢 所謂罰平台 即是一段時間不能再開會 不過似乎都沒有共識 大家可以體會一下 覺得這些做法很好 另外就是 我也留意到另一個事件 就是尹兆堅和林柴平 就被預約通過 就說他們防外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 就是這個立法會權力特權條例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引起一些質疑 這個立法會權力特權條例 有一些其他的理解就是 應該早上議員議事職得十多票 怎麽會反過來就報警議員回頭呢 拿來這樣 有些人就認為 保證保證的言論 言論 即是 可以唱歌 然後說你行為上 你都可以做什麽都可以的嘛 這樣 不過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我們都特別找到 立法會權力特權條例裡面的一些 就是細節啊 例如今天我們找到 劉國洛樂省 只是 這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是 他根本議會抗爭的 這是 劉國洛樂省之外呢 就是 劉國洛樂省之外呢 劉國洛樂省之外呢 劉國洛樂省的 劉國洛樂省 劉國洛樂省之外呢 那 當時 作家拉倩呢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劉國洛樂省之外呢 是 劉國洛樂省之外呢 因為今年三月的時候,八點五個財妃是兩紅酒無罪 當時,我也是告訴大家,當時財務局所指的任何人 任何人都不可以見到,不可以見到,不可以騷擾,不可以見到 當時,財務局所指的任何人都不應該包含法會議員 法會議員在議會上是在一個絕對的情況下,他都可以見到的無罪 那議員在財務局所指的任何人都是在特調之外,他可以迫迫財務局所指的 那就是在議員的連任之外,應該只限於議員上的條件 包括當時財務局和財務局所指的定數 這些是當時財務局所指的任何人 得贏的值才是不服上市 那麼,剛剛也是最大事的事,才是 最後是財務局所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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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局 其實只有這個財務局所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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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用在議員身上 這個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當然我們聖誕年尾 今年是兩集 下一次是星期日30日 過兩天是聖誕平安夜 簡單總結回顧一下過去一年的立法會 社會政治氣氛 因為今天我們都請來兩位 新界東有關的 梁國雄和高國先生 看你們看法會 即是有可能的新界東 不僅僅僅僅僅 唯瑜衝鋒 朱少雄也有可能 我們有兩位抄襲 我們有在這裡 好 街珠我問 現在再做一次 沒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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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不會 很ㄎㄧ�미 HIN Cpez FIN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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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歡迎收看城市的台,我是蘇幾恆,兩天之後就是聖誕節,祝大家聖誕快樂 一年前,2017年12月城市的台,都談過立法會修復議事規則 當時立法會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降低到20人,又容許遊會之後可以立即再開會 這一年之後,2018年12月,現在我們又再談一下議事規則,行政政經理論是議員王出席立法會質疏環節一陣,首次因為在議會外的抗爭行動就要腰斬 這個建制派議員就提出再修法議事規則,引入購人工和合作的機制,處理所謂行為極不檢點這個問題 最近有議員被逐之後和保安久前被控違反立法會權力特律團條內中,防外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罪,事件涉及立法會主席對爭議性的裁決 主席的決定是否要容許辯論,權力特律團條,應該怎樣應用呢,說法律團員建立再修法議事規則,會將立法會人大化,變成保守機器的象徵圖章,你認同呢? 表達自由、議事效率和人類的安全之間,應該怎樣平衡呢? 今天的題目就是 議事規則或再改立法會皆凝宜、劳康,現在兩位有四位台上的嘉賓的分別是 西貢區議員方博生 前立法會議員郭國勤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鄭偉俊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選擇 選擇 房屋 卡 分別 請 Hisha lorsqu 是嗎? 他在香港創作平時看書來嘛 是呀 他認得過警惕 他戴這個 華塞 大約他都見到他 在華塞 好 那些朋友是有計劃想發言的到這時候 看看先行不行 好 我見到有些新面孔 有沒有些朋友想發言 哈哈哈哈 是呀 剛好走過 還是 是呀 多謝大家 路京都來參與一下 通常之歡迎 附近有些朋友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一起壓入 如果有興趣的話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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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歡迎大家 補手 發言 看哪些朋友 有興趣發言 那些新的事 可以嗎 好 剛才我都說了 我們希望探討兩大範圍的事 看看大家 對那兩個問題大家怎麼看 我希望大家儘量精簡自己發言 儘量在三十秒內 可以這樣出自己的看法 我希望今天 學校放假 更少少 大家儘量說多些 不過大家都要儘量精簡 如果太長的話 都未必可以給各位朋友發言 好 阿科可以去後面 先吃一會 哈哈 我想問的 咦咦 在這裡 是不是已經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們今天有方博先生在這裡 我想問 梁國鴻去過嗎 咦咦 在車上 哈哈 嘩 嘩 所以我們不夠威 großer 他們的大男子 這個小孩都不整字 難得 一不腰就不會來 他說 我不會去 他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今天堅持到 可能是尹兆堅的那個案件 但我們不認同的情緒 我們不是體諒案件 我們是體諒一些發派應用的問題 到時 我們就自然會有證人 大家知道當時發生了些甚麼事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討論 尹兆堅當天的手在哪裏 他本身也沒有做了甚麼 我們不用討論 有些法會全部都是直播的 所以我們可以等留待法庭的審議 我們今天可以探討一下 剛才我也跟現場朋友說了兩大問題 就是建制派的建議 引入罰款和停賽 甚麼?你磅杉開會 罰班 第二就是關於磅杉磅數個案 非缺乏開會 非缺乏 非人而言 為人擅長 非缺乏 你未開始開會 嘩,那摩根實力真是 可以不可以啊,洩豆豬米給你 嘩,哪個月呢 嘩,WhatsApp開會 嘩,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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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為何裁判及裁判 廣告明的延遍和行為 都是應該受保障 當然是說如果適合一些其他用事的話 當然是法庭可以處理 但如果是在議事的時候 有些延遍和行為 都應該受保障 當然可以同意 我們都不是說 我們法庭就有一個奪行為 都一定要一致同意 我們都可以 你真的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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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是相熟的地方 自社會 都參考一下 我們是從前的舞蹈 當然我們都覺得 立正司是長途有極限 隨著這個的創作 即將會在選手上 會再建立 今年的行為 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最重要的事 我們說一說 一些規矩 都是可以 官員可以 展示 可以舉舉過過頭 可以失策通道 可以一致同 就是把人家側面 騷擾人 那麼 很多人的官員 很多人的官員 很多人都可以 用攝影機 很多人都可以 用攝影機 也有後面 這間業績 可以招待 一些建設 參與的市民 另外呢 就是 原來呢 人可以人身攻擊 在會議會 要不要亂來狗 那些會不會絕對 其實我們當然可以 不同意 一些議員 在議會裡面的 合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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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民主社會 更好就是 所以 這次 我喜歡這個 會議會 他們就為了 做事 沒得到就 沒得到的 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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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最後我們 也都好 延伸東 有人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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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 只是議事推執 我們也希望大家 展示這個 這個 我們會的關係 是吧 就是 如果你看到這些議員 那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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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議員 有些人都說 我們會的 說 這些人 我為你當年 支持 那些議員 就是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圍著全世界的 時刻 哈哈 我們今天在這裡 見到 我想看 圍著全世界的 直播節目 都看了 哈哈 希望大家 就 我們在這裡 看我們 本台的結席 那 如果在台下 有大聲 那 那 我也是 我私業警告 Global 是 是 那 就 可能 你就要 抬亂 那 這個 有人會警告 就不警告 這個 是 我們不用 不知道 你 那個 mesa 接觸的提到正中的演說 ط europe 如果是在講暴力行為 例如來表例 擺骨 擺腳 擺腳 擺脚 擺腳 擺腳 擺什麼都好 那或是暴行的暴行的暴力行為 都是不接受的 打丹頭也是不接受的 一有暴力行為 一有插熱或藥 一有講出來就立即來場 這個事先聲明 我們不會警告 一講一做 還有很多公道,最重要的是, 根據以往的事… 皮革鮮的第二群, 紅色的殲滅蝶血座, 主持有一個日本戰略的數據, 都是普衛香港人, 好,很難… 又是國復地區, 對嗎? 加上網民進來, 加上網民進去, 加上網民進去, 哈哈哈哈 诶! parts妹! 见到见到! 慢慢 哎呀慢慢慢慢 整个时间整个时间 左边左边 喂! 女士们要线东西 女士们要线东西 你到这一块下跟十多人 女士 你到这一块下 我们到这一块下来 好 我们到这一块下来 你到这一块下来 我到这一块下来 我到这一块下来 Gemma 啊 哇! 谁哥可以了 我到这一块下来 小到 你知你 所以你特着爱的 製作說 有夠好生日劇 親手臣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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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恨了,全部女兒都在哪兒 難道呢,他們只能到哪兒去 記得記得 記得今次 你會不會訂閱 記住,我們不會流行 你可以知道 不要打招來 哈哈哈哈 記得啊 創作 不要打招了 不要打招了 不要打電話 1 2 1 好扛來 不要打招了 對呀! 哇!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有個錯呀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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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先說說,乘數的台語是蘇併行 兩天之後就是星大之間 Youtube帶了星大快樂線 一年前,2017年12月城市議員 都聽過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 那麼當時立法會 就將團體的容許 法制人數廣告與實用 又容許為了 即是可以立即發單位 那一年之後 現在來到2018年12月 我們又要再披靡議事規則 行政序公立政樓 執政立法會 即使為表現的首次 都以保管抗爭行動而要邀走 那麼建制派議員就提出 再修改議事規則 那麼建議引入 是 透明公安為合庭 賽地機制去處理 所謂 即不改變行動 法制人數廣告 議員 地續之後 和港版糾纏 記憶為反立法會 決定的法庭條例 入境 立法會人爭執行 直言 事件事替立法會主席 爭議成立床 決定的法庭條例 決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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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的法庭條例 應用 但能夠認為 再修改議事規則 立法會人大派 舉手機器像 立法會人大派 舉手機器像 可以認同 請報名 大家好,本事明天明天 剛才提到的,有些人提出 引入這個罰款和庭座 去處理一些極得點點合理 那幾個問題呢? 請問你幫… 呃… 鄭月娥 其實不是說,因為這次特首大問大會 就遭到破壞庭座,於是才想的 其實這個已經是上一屆 甚至更上一屆,大家從我們開始 有人去訂招,有人去訂T-shirt 很多的肢體活動之後 已經開始在北約研究 但當然呢,近年呢 就是有一個惡化的趨勢 我們上一年,收港議席開之後 不如且確呢 在拉布,在其他初言方面呢 是改善了 但在肢體的衝突方面 似乎沒有完全是見到 得以改善和禁止了 所以這方面呢,也都難怪有些同事們 再一次提關聯事 希望我們可以將以往 研究了的結果 再應上來來討論 而最重要呢,由於 包括連我身邊這位 委員的黨夫 胡志偉也曾經嘗試過 在港獨公安發言 由於立法會的機制 要麼就沒有男老虎 完全只可以罵、掩查就算數 另一方面呢,要嚴重的 用基本法去扮演議員 去考驗嚴重機制 而中間是沒有任何可以中間落幕的機制 令到一些行為,例如 好像許志峰議員搶手機 又或者好像鄭松泰議員 去到柴國旗這些 嚴重方面,只要去支撤他議席的 一條例呢,有些甚麼可以做到呢 今次我們希望這個機會 再次不足夠 究竟有甚麼,將香港立法會 帶回到國際水平 就說我們不單是一個議會 而是一個可以做市民榜樣的機構 可以得到市民真是尊重機構 這才是我們現在做的激烈 這才是我們現在做的 議員不說 我覺得很好笑 你看看國際水平的議會 你看看民宿山的政府 在脫勾的問題上 只不過是沒有那個法律 那個報告的全部 就是那個結論給議員聽 即是說他無視立法會 因為動手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周浩鼎和王振英私通 老實說 第一就是無視立法會 應該到啦